Good morning everyone 现在是7点53分AM 今天是在Grand Canyon的第二天 还是走在Route 64 64号公路上 从这开大概还有20分钟 就到Grand Canyon的另外一个路口了 现在这个Season这个地方有点像热带 和沙漠地带的结合体 它几乎每天都会下一点小雨 但是下一会儿就停了 现在我们已经进到Grand Canyon的这条主路了 大概还有几分钟就可以到门口了 这些松树跟之前的那个又不一样了 就是直上直下的大松树 这个地方已经是比较high elevation 就是高纬度了 所以雨水比较多一点 看着更绿一点 如果要是坐火车过来的话 是在这停车 然后下来以后这边就是village 这边有很多的 刚才我们是从山上下来的 所以山上还有更多的这种小木屋 可以租 而且早上起来这个空气特别新鲜 不过挺冷的 现在还没有八点 已经好多人在这等车了 从巴斯上可以沿着这个rym边上走 而且这个巴斯是随时可上可下 这已经有人在等了 刚刚从那个大巴上下来了 这个地方叫hopi point H-O-P-I point 这个地方应该能看到Colorado River 但是现在我还没找到 可能得到往前面走 这个trail也非常好走 我们大概要走一千四百米 到下一个point 你听如果我不说话的话 特别的安静 Nature 从这看可以 从hopi point看Colorado River 看的特别清晰 因为Colorado River 它里面的寒沙量特别大 所以就是特别浑浊 但是你看下面有石头的地方 它就有那个白色的小浪花 就能看出那是水 从这一点上看Colorado River 就很清楚了 Colorado河的水里的寒沙量非常高 所以这个部分的河水非常浑浊 但是下面有石头的地方 就有白浪花 比较容易看到 这个水会一直流到墨西哥湾 从hopi那儿走过来以后 这个trail就是没有铺的路了 就是小石子路 有点像希腊的 我们去的那些岛上的度假的地方 山上这种小黄花特别增色 仔细看 会常常看这种小壁虎 这些dead tree也特别漂亮 走了大概1.4公里 现在到的这个地方叫Moha Point 是另外一个local 旁边也可以看到Colorado River 我把它拉近 我把它拉近 因为这里没有浪花 所以看的不清楚 眼前这一片叫Pikmy Forest 是这边比较独特的一种植物 像松树 另外一个看到昨天 下午的时候看到一个长得像鹿一样的 原来这叫Mew deer 就长得又像骡子 又像鹿 的确是倾向骡子 是那个两个耳的像骡子 我现在后面的噪音就是远处打雷了 它在这个山里头几乎每天都会下一场小雨 可以看到 这看Colorado River看的比较清楚了 因为它有浪花了 一直到前面这 也有人在下面冲浪 应该叫漂流 之所以这些rock叫Temple 就是因为它跟东方人的庙比较像 这一路都是沿着大峡谷边上走 上上下下的 这种石头路 听又打雷声 这又上去了 岩石这种互相搭配的颜色好像是人画的似的 Mural 一画 远处有两个地方在下雨 我正对着这个正好是两个下雨的雨 那个下雨的地方 而且这个地方是很有意思 雷声大雨点小 下大概几分钟就停了 看眼前这缝墙 它是黄底的 但上面有黑色的像墨一样的 很像中国的水墨画 刚刚说像水墨画一样的那些岩石 实际上就是Lava 火山喷发下来 留下来的熔岩 然后和这些Mod 就是泥土混合在一起 形成刚才那样子 最早的时候下面都是水 满满的水 直到它改这个水 它自己改了河道以后 下面变成了一个干燥的峡谷 现在是在Pima Point 另外一个Local 从大峡谷的这个观测点 可以更清楚看到科罗拉多河 这条河纵观七个州 在这个部分很浑浊 它也吸收了很多矿物质 直接带到大海里头去 现在我们到了Hermes Rest 是这个沿着悬崖峭壁边上走的最西边了 从这待会儿可以坐一个大巴 回到那个Village里面 就是那个村子里面 村 村中心 这还有个小松鼠 再往西边就没有可以给人独顾的地方了 这有好多这种骡子 这也是Grand Canyon的一个特色 好多这种骡子 好多了 住在峡谷里的游客 可以让这些骡子帮忙 拖东西拖下去 现在我们是在Yaki Point 这个地方是等于South Rim里往东边走的最最东头 等于我们就完成了整个的South Rim 在Grand Canyon里面 每一个不同的local 之所以特别不一样 就是这些rock formation 就是这些石头的行程特别不一样 今天这个小风吹得真舒服 而且如果没有人说话的话 这地方一点声音都没有 除了风声之外 Yaki Point这个local 这景观也特别的神奇 有的像金字塔 有的像一些人造的庙宇 现在是在Yaki Point这个断石上面了 正好正对着它 走到这里 就算把南圈都走完了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一集再继续分享 Grand Canyon其他的部分 Thanks for watching